小馒头 煮好了 我要负责来送货啊 我的天啊 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送货这样子不划算哦 我看到那些 我看到你钱不钱 你看到我外面 多少斤啊 20斤 20斤小馒头 21斤小馒头 还有包子有多少个 包子28个 送28个 就要这么一点 还要送过去给他 盒面 白手泡干不了盒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早上的都卖完了吗 今天早上都卖完了 那这么说 我好忘你们了 我昨天马上来帮忙的 今天全部把它卖完去 哎呦 那这么说 我忘你们了 姐妹连生了 奇力断尽了 南瓜馒头 小馒头 十分钟 蒸一锅十分钟 现在是几点钟 现在十二点钟都没到啊 还好 我没睡觉哦 馒头的做好了 现在盒那个包子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要过去帮我姐姐送货了 人家跟她订做了那个馒头包子 对了 今天我发了个视频 有人跟我说我 为了拍个视频 凌晨起来 我真的无语言啦 那个网友真的不了解我现在的生活 我都说我家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已经很严重 所以我现在为了生活 为了养我女儿 我在努力的 生活 在努力的工作 并不是说半夜去为了拍个视频 而是我现在要帮送货 这样子的话 帮我姐姐送货 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真的有些人说话站着不说摇疼 不惊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其实的话 我一直以来从来不喜欢 也不 不愿意在网上卖产 我现在也不惨 不管再不好 生活再不好 再不如意 我都会好好的生活下去 我都会好好的勾下去 这个包子好漂亮 全部是没有任何添加制的 纯手工的 大包好了 准备要送货了 写好了没有 写好了 昨天送去他没有签字 今天叫他补上 好嘞 那等一下我们去送货咯 还有今天 好嘞 好嘞 我们送货去了 你把它装到车上去 还有我手上的 现在几点钟了 三点多钟了 四点钟 哎呀 现在是四点零三分 我们送货到那里的话 也要几分 只要十多分钟 送到那里 我们送货来了 我们送货来了 哦 这个要签一下制啊 放好了啊 好了我们送完了回去了好吗 回去了 回家 我今天的印度完成了不